大家好,歡迎收看今集的Trading Secret, I'm Loken 今集的節目就和大家分享SAAS 和解答之前有問我落響互動的投資價值 不過在開始前要先說明清楚 我並不是向大家推介或者任何的投資賣賣要約 純粹是分享我個人的看法 所有的投資決定都要大家去行為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 才會作出賣賣決定 今集節目我就將它分成了三個部份 分別是甚麼是SAAS和它的投資價值 第二個是落響互動的價值 以及最美的一部份 澳洲現在的落響互動的股價 分享一些我個人的看法 SAAS是一張可以讓使用者減化工序 透過連接這個互聯網 就能夠使用到在卡路上的一些應用程式 使用者是無需進行下載和安裝 就只需要租用一個軟體 就可以得到一站式的持續性企業本件的支援 大大縮減了企業在IT上的時間支援 減少了硬件設施上的風險 到底SAAS有甚麼價值呢 值得我們要這麼重視呢 在SAAS包含了 有會計系統、協同軟體、客戶關係管理、管理資訊系統、企業資源計劃 支付系統、人力資源管理、內容管理以及服務台管理 其實當你聽完以上九個功能 你就已經可以想得到 只要一個軟體 就已經可以減低了人力成本和IT的成本 不過真正的價值 是企業就不需要再有地域限制 可以縱行全球人才招聘 而且是精英化的招聘 以前一個部門需要八至十個人 現在就可能縮減了一半 也都能夠輕鬆地解決 不過有好也都有壞 換個角度去思考 即是勞動需求亦都減少了 以前有產能過剩 現在就有人員過剩 更不想時代中報的人 只會被加快淘汰 其實SAAS實際上並不是一件新的產品 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開始有了 不過當時還不成熟到今天的地步 你只要用過Yahoo Mail、Outlook和Hotmail 其實在那時候你已經參與其中了 因為你只要上網 用任何裝置 在任何地方都能夠傳出你的邀請和訊息 這就是SAAS在前身的基礎 IaaS 你可能會問 既然二十年前都已經有了 那為何現在有前身的產品 主要是因為以前IaaS的服務對象是個人 而現在經歷了PAAS和SAAS 服務對象擴復到企業不再受地位的限制 而且使用的方法就變得更加方便 就等於你現在幫我在下面按一下 按讚和訂閱 就已經是跟我這個頻道的一個大的支持一樣 你可能聽到這裡已經想離開了 因為我覺得我講了很多廢話 隨便上網都能夠找到這些資料 但成功的投資者往往都是要先來深入興趣 因為投資價值經常都會出現在一些意想不到的消息之中 我早就在上年的8月在舊的頻道就已經是說到 新經濟模式的發展趨勢 會是由這個實體轉移到這個網上 而其實這個也只是一個半腳石 大家今天可能聽到很多用虛擬兩個字為標題 有Crypto RetroBank VTuber VR實景 虛擬很多東西 因為只有虛擬才是一個Infinity 當然關於這方面我會在日後的節目會講更多 如果你問我今天投資SAAS 我會更加覺得我真正投資的不是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 而是VAAS Retro as a Service 接下來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對樂響互動的這間公司的基本分析 以及我對這間公司的未來發展前歷 但再次提醒 我的分析純粹是個人看法 和投行的內部研究是無關的 也不是大家提供任何投資買賣建議 要約和推介的 根據這間公司自己的網站表示 自己是一間自媒體銷售服務提供商 利用算法的產品推薦技術更難銷售 它的業務轉為四種 另一種是移動應用程式效果類營銷 包括了公眾號、小遊戲程序、朋友圈 知名手機廠商內置支送流 國內知名支送流 簡單來說就是借用其他開發商平台 還有一個服務式的銷售 第二種是線上推廣活動 簡單來說就是透過KOL 或者一些銷售代理進行網上大貨 第三種是實物產品 亦真是最原始的產品銷售模式 賺取上架費和產品銷售代理費用 不過以上三種模式都只是一種普通的電商生意 在現今大部份的企業都已經進行 市場競爭幾年 前面已經有一些龍頭企業 阿里巴巴、京東、拼多多 能夠分到的利用只會更加少 而我唯一覺得一間公司能夠再有潛力的部分 就只剩下HTML5的電腦 我所指的並不是指今天這個電腦 能夠為公司帶來龐大的收入 而是如果他們能夠善用這種技術 由網頁發展程式 去到Mixed Reality的技術 那這間公司的potential 就是Infinity 當然說到這裡 我都覺得有點誇張 但不是那麼好笑 因為有不少公司現在正在研究 現在中國仍然未能夠做到MR的技術 基本上可以說誰才能做到 誰就可以獲得未來龍頭的優勢 但始終今天這個樂響活動的這間公司 仍然未能夠有一個突破性的創新 所以如果今天投資到這間公司 仍然會有不少不可預測的風險 例如有人比他更快研發成功 用MR和SR的技術 因為其他業務出現重大虧損 導致企業面臨倒閉 中國政策風險 外國企業加入中國版圖競爭 失去先天優勢等等 在股價走勢上 我自己的看法 是要先看著招價2.88 以及最近一次的低位2.54 因為這個位置我和上市初期的低位是支持相符的 技術上跌穿了就要止市 如果現在買的話 你要預約會有可能會有一段時間 會在一個水平還行 短期內要向上升 就一定要站在2.88之上收市 才會有吸引到資金去買入 短線向上3.17至3.3會是第一級助力 既然要扭轉整個弱勢 就必須要先重上3.5至3.8.5的水平 先還行上落 消化了過去大半年的蟹貨 才有動力向上 不過現在說有點太早 始終有潛力 不代表現在就要上升 而且還未曾見到 公司目前有突破性的重戰 長線持有仍然是不適宜的重倉 以上就是我對SAS和樂響互動的看法 有些什麼看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 還有這個頻道 是關於投資理財的知識和投資資訊 如果你看到我的影片 對於投資有幫助的話 也幫忙Like、Share和Subscribe 還有如果你想學到更多的投資技巧 我也是一個網上的投資課程 去到今年年代就暫停接受報名 當然已經參加了的你 仍然可以永久重溫 如果你有興趣參加 詳情和報名的方法 都可以在下面的描述欄找到 期待看到你的參與 你的申報 本人並沒有持有節目提及的股份 節目最後會有一個免責聲明給大家參考 我是Lokan 加油